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风吹半夏一周年,赵丽颖工作室送上致敬 许半夏已经一年了,时间过得好快 11月27日,赵丽颖工作室发了三张许半夏的剧照,原来风吹半夏开播一周年了 这三张剧照代表的就是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响,星火燃烧 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 时间真快,风吹半夏播出一周年 风起实力于波澜壮阔的时代浪尖,你是豪情万丈的搏浪者 千番后经历风云变幻的人生沧海,你是百折不挠的追光者 穿过荆棘丛林和风雪洗礼,经历昂扬时代和激荡人生 有野蛮生长,有逆风翻盘,有风雨同舟,有矛盾博弈,一路坎坷挫折 但终究不复心中所梦,不往时代垂青 郑小龙导演对风吹半夏的评价角度还是比较保守的 从结果来看,这确实是一部极具突破性的大女主剧 但是从丽亦和其所达到的高度来说,风吹半夏无所谓大男主剧还是大女主剧 许半夏完全可以是个男人,他的智慧和品质已然超脱性别 男人也能像许半夏那样跟兄弟一搏云天,也可以突破各种低潮 为信念坚持,女人也可以像许半夏那样坚扛无数家庭的前途与生计 做出巨大的商业成果 许半夏就是代表了那个激流涌进的年代里 扣住时代脉搏,奋勇争先,成就自我 推动行业进步的轻壮年新生力量的形象,不分性别,不论区域 感谢风吹半夏剧组成就纪录片一样的时代电视剧 为我们生动展示了那个年代企业家的风采 也激励当下,不惧困境 我一定要强调许半夏是女人 我们已经从影视剧和现实新闻里看到太多的男人 而许半夏是从女性的角度厮杀出来的成功 她除了要面对每一个男性在事业上会碰到的困境 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女性的困境 她的耀眼也正来自于她是一个女性 敢拼敢闯是一个时代成功的烙印 许半夏更是钢铁中盛开的玫瑰 当下真正的大女主剧太少了 相编女主太多 男演员稍微有点演技就可以拿到不错的本子 女演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还未必得尝所愿 丽颖在星空演讲说的话 她一直在努力兑现 这么优秀的人 一直在突破 对演员这份职业 甚至对这个行业 她都无愧于心 这几年 积累了一定人生阅历的赵丽颖 在驾驭角色上一下子拉开了宽度 幸福到万家里 她演的现代农村新媳妇 是没有违和感的 很能引起观众共鸣 风吹半下她演的90年代白手起家女老板 同样也是不违和的 有一个评价演员好不好的说法 就是看她演的是人物 还是情绪 赵丽颖演出了人物 而很多被粉丝认可演技好的演员 只是擅长表演人物的情绪 比如杨子 赵丽颖当年结婚 生子 离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的人生阅历 磨练了她的演技 赵丽颖早期作品在东南亚就很火 珊珊来了海外很火的 去年赵丽颖生日还登了多国趋势 还有法国趋势 风吹半下也上过法区 法区含金量是很高的 颜值就不说了 粉丝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颜值 因为这个东西很直观也很主观 她是可蒙可遇可性感可清纯 可酷萨可温婉的百变女子 赵丽颖在《风吹半下》中的出色表演 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这部剧的主演 她以精湛的演技和感人的情感诠释了角色 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不仅在塑造角色的复杂性方面表现出色 还通过细腻的表情和情感交融 打动了观众的心 赵丽颖塑造的角色生动真实 她在表演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情感表达和情绪转换能力 她的演技令人震撼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十分细腻 让人对她的演技赞叹不已 这部剧正好迎来一周年纪念 赵丽颖工作室也特别送上致敬 这无疑是对她在剧中精湛演技的肯定和认可 赵丽颖在《风吹半下》中的出色表现 值得我们深深铭记 并期待她未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王一博则摘得年度演员奖 尖叫之夜过去了 但对于这场盛典的热议依然不减 数百位娱乐界明星奇剧澳门 红毯上璀璨夺目 各路明星CP的组合让人眼花缭乱 那场更是充斥着热烈的八卦讨论 引发网友感慨 主办方难道不能准备点果盘和瓜子吗 与一般颁奖典礼不同 尖叫之夜主办方充当了端水大师 将52个奖项平均分配给在场的明星们 王鹤蒂被封为尖叫男演员 白鹿成为尖叫女演员 在戏剧单元中 田希薇获得青春飞跃女演员奖 张灵鹤获得青春飞跃男演员奖 李一同和曾顺西分别摘得戏剧单元年度突破女演员和男演员奖 然而 奖项只是尖叫之夜盛典的开胃菜 内场的座位安排才是正餐 众多艺人齐聚一堂 座位分布图曝光后引起关注 座位设计看似随意 实则精心安排 揭示了娱乐圈内部的资源和地位洗牌 在第一排的六桌中 三号桌和四号桌成为内场的主要聚焦点 是主桌 于何伟是三号桌的C位 大鹏 王一博是四号桌的C位 三个人成为内场的主角 其中大鹏获得电影单元年度导演奖 王一博则摘得年度演员奖 王一博粉丝姻缘 尖叫之夜还见证了一些新进演员的展露头角 王一博近年来凭借无名等作品的成功崛起 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他和于何伟一同坐镇的那一桌更是成为内场的焦点 杨幂在第三桌展示了多面的娱乐技能 不仅参与游戏和CP互动 还活跃在八卦讨论中 成为尖叫之夜的大赢家 与他同桌的诸多明星 包括张颂文 王鹤蒂等 都为这一桌增色不少 狂飙长风度莲花楼明安如梦 四部内容获得特别荣誉 其中狂飙成了最大的赢家 张颂文和高叶的地位得到提升 张颂文成为娱乐圈一线艺人 备受关注 高叶则凭借配角的成功翻身 跻身娱乐圈一流 并与其他知名演员同桌 白鹿和王鹤蒂分别荣获尖叫奖项 坐在三号桌与前辈交流经验 曾顺兮凭借多次合作的成功 在盛典上备受瞩目 不仅获奖 还有多次表演的机会 诚意和任嘉伦虽然同为欢瑞世纪签约艺人 但在内场的表现却有所不同 诚意获得年度影响力男演员奖 台下粉丝欢呼如潮 展现了强大的人气 尽管五号桌的流量和热度不及其他桌的嘉宾 但坐在这张桌子上的都是实力派演员 包括何赛飞 颜妮 郝磊 林永健 魏大勋 王阳 王传军等人 何赛飞在金鸡奖中荣获了最佳女主角奖项 而颜妮也被提名最佳女主角 这两位备受赞誉的女演员的演技实力众所周知 此次 她们被安排坐在五号桌的主位 这无疑是对她们演艺事业的肯定 娱乐圈的现实就是如此 得到主流奖项的认可 往往能直接提升演员的咖位 张小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的成功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 尖叫之夜的座位设计考究而巧妙 各桌嘉宾的流量 热度和实力坚固 展现了娱乐圈的现实面貌 关于尖叫之夜的那场座位设计 你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吗 或者 你对尖叫之夜那场座位的布局 有什么想说的吗 抛开娱乐圈的种种激烈竞争 王一博一直是被受瞩目的焦点人物之一 他的才华与颜值艰巨 使得他在娱乐界里声名确起 被受推崇 在最近举办的尖叫之夜盛典上 王一博再次展现了他不凡的魅力与影响力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内地娱乐圈被受追捧的年轻偶像之一 无论是出色的歌舞表演还是多才多艺的演技 他都能够展现出非凡的魅力和实力 而这次在尖叫之夜上 王一博所表现出的震撼力与吸引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出现让整个盛典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令人无法移开视线 尖叫之夜不仅是一场娱乐盛宴 更是娱乐界不同明星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次对决 在座位的分布中 王一博的位置显然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他身边的一切都映射出他在娱乐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同时也展现了观众对他的极大期待 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王一博的名气和声望已经超越了一般偶像的范畴 他不仅在音乐 舞蹈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展现了优秀的演技 因此备受业内人士和粉丝们的喜爱和赞誉 尖叫之夜上 王一博的到来给整个盛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关注度 彰显了他在娱乐圈中的独特地位 王一博的存在 不仅仅是一位明星 更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影响力的偶像代表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引起媒体和粉丝们的热议和关注 他不断展现出的出色表现和实力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 王一博的存在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将会持续发光发热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